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 过去啦 文姨 我想问一下路 路啊 那富贵村怎么走 富贵村啊 是啊 我去清晰江 你要从这边这条路一直走到尽头 走到尽头之后 然后再左拐 左拐的时候再走大概500米这样 然后再右拐 然后就到了 谢谢啊 谢谢 非常谢谢 哇 这就是今天的味道啊 还有不手机 等一下 你抱小孩上车 等一下我们鬼叫到宽车 一定要闭开那个情况啊 好 老公 你看这里怎么有个人啊 对啊 这谁啊 小莫 真的是小莫 躺在这里干什么 是啊 大白天 你在马路睡觉啊 你干什么啊 哎 哎 哎 起了起了 哎 小莫 你躺在这里干什么 哎呀 我头发晕了 干嘛了啊 哎 你干嘛 哎呀 哎呀 我儿子呢 你儿子啊 是啊 我今天带两个儿子去开学要报名啊 没没看到你儿子啊 没看到你一个人躺在这里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你是中暑了啊 不是中暑中天气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啊 我刚刚在这里的时候 听到喇叭声 然后笑了一个男的 他说要问我富贵村怎么走 我就给他指录了 结果后面好像闻到了一股什么烟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 亏无意的坏人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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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儿子怎么办 哎呀 我先报警 哎呀 先叫保安拦住先 应该找不远 快点 我到村里那里 喂 二连保安市那里啊 你现在啊 马上在村口拦截住一辆车 反正有车你就拦住 好 应该是坏人 抓走了小莫的两个儿子啊 记住啊 一定要拦住啊 等我们过去啊 对对对对 所有车辆不必去检查 好吗 好 等待我们 好 谢谢 哎呀 钱也拿走了 手机也拿走了 哎呀 那我们现在马上去走 快点走走走走 您要检查 瞧瞧瞧瞧 哎呀 保安大哥这是干什么呀 刚才听到有人举报啊 我们就丢失了两个小孩子啊 可以啊 现在光天祸一时 竟然还有人贩子这么猖狂啊 是啊 所以说你必须要检查车辆 哎呀 今天我们结婚了 要不然不结婚的话 我们一定帮你拦住那些人贩子了 是啊 如果说今天不是我们结婚的话 我一定帮你这边走 你把他的脚都打断 我们都讲交代了 不能放过买一辆车辆 那那那那那你去检查 赶紧检查完了 等一下 等一下醒悟一点 如果看到有什么 怎么有两个小孩子晕啊 哎呀 这是花筒 还有啊 我等一下要回去 滚那个昏床了 对 滚床单 懂不懂 好晕啊 那怎么会晕晕啊 哎呀 坐车 坐车晕啊 赶紧让我们 是啊 等两分钟 等村长过来再说 等什么两分钟啊 混错 那个那个即使能挡吗 再说我们也配合了 你该检查的 我们也给你检查了啊 你怎么不让我们过呢 知道吗 人的一辈子结婚就一次 当然你让我结婚两分 你赔吗 你赔得起吗 就两分钟就等不了嘛 不能过 就两分钟 等两分钟就好了 那可你同用同用啊 哎呀 没村长 这样赶过来了 两分钟 真的快要及时要过了 哎呀 没那么快过了 等一下 这等两分钟吧 哎呀 两分钟很久啊 哎呀 这样一下就可以过了 一样一下啦 大哥 哎呀 这等两分钟 哎呀 这么多钱干嘛 等着等 嘿呀 嘿呀 你这个保安真是 坏我们好事 哎呀 赶紧走了 哎呀 赶紧走了 高兴 哎呀 赶紧走 哎呀 赶紧走 哎呀 赶紧走 哎呀 哎呀 怎么打人呢 我叫你来这里少松枣 你来这里睡觉啊你 是叫你检查车辆吗 车啊 对啊 我怎么晕在这里了 怎么晕你啊 偷懒 偷懒就偷懒 你别找借口我跟你说 哎呀 刚才有六分钟过来啊 有六分钟过来啊 怎么给人家过去呢 我没有给他过啊 那你是怎么回事 还躺着这里睡觉 我也不知道啊 我突然我那一股烟味又倒下来啊 完了 刚才忘了跟他说 要小心他有那个烟雾啊 哎呀 那跟你刚刚那个周围一样了 就是嘞 哎呀 现在怎么办啊 又让他跑了 哎呀 刚刚你们有 给我们打个电话先的 现在快要往哪里跑了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那赶快报警吧 先打电话 先报过去 哎呀 我儿子啊 哎呀 不用 不用着急 喂 要您报警中心吗 啊 我们这里是旺旺村啊 刚刚啊 有一辆车啊 从这里经过 那车八号你还记得吗 车八号啊 哎呀 怎么八二的 二八二 怎么八二啊 啊 二八二的 啊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白色啊 装上怎么样了 装成昏车的 装成昏车样的 好 行行 等一下你们帮我留意一下 他抓了我们真的 两个小孩呀 好 行行行 两个男孩的 嗯 好 好 行 哎呀 紧张啊 现在也马上去抓了 干脆我们也一起追吧 先追过去看看能不能追得到 对对对 哎 消息人吧 把手咬人去抓 抓抓抓抓抓抓 哎呀 哎呀 你跑啊 哎呀 不要啊 哎呀 你跑啊 你跑什么 哎呀 你干嘛啊你 哎呀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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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你不要你不要动 什么意思你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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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怕不要怕 哎呀 你不要怕 不要怕 我 我是好性人 哎呀 不要怕 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你放行放行 我是好人 你不要怕 我看你的样子 也不像好人 哎呀 哎呀 有什么话 你跟我说跟我说 哎呀 有什么话 你跟我说跟我说 哎呀 哎呀 先把东西放下来 先把东西放下来 你是哪里人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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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荒过来的 你不要怕 我 哎呀 哎呀 你 你不要怕 哎呀 我这里有水 你喝水吧 喝一口水 你不用 不用不用 没事没事 我是好人 你什么有什么跟我说 对 先先先冷静冷静冷静 冷静 我不是花言 不是花言 喝一口水 哎呀 你刚说了吗 你头还过来的 谢谢 那你 哎呀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那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 哈哈哈哈 没有了 都没有了 不要哭不要哭 就剩我一个了 那为什么要过来啊 要投荒啊 那边有那个泥石流巴 我全家都越埋在里面了 哦 无家可归的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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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难 那你父母都都去世了啊 那他们都被埋在里面了 那你 那你有什么打作啊 我不知道啊 我也没有地方去 我这里又不认识人 你刚刚说你是村长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要不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好不好 我没有办法了 等一下我又被人追啊 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 那你身上带有那些证件吗 我只拿了我身份证啊 那这样吧 现在我们村里有一些 现在还没结婚的那种 我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你那样子你也有个家了 也有个男人了 其他男人见到你 他们也不会来调戏你了 可是我长这样 没事没事 你 其实人来长得比较好看 那你如果信任我的话 你跟我走 怎么样 你不要骗吗 我不会骗你的 都说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等下你如果啊 你不相信我的话 等下你一见到人 你问你就问 他们都认识我的 好吧 我姓梨子 那那喝水喝水喝水 那我先把车拉起来 哎呀 要不你你你你挑的东西 往下面就是我家了 下面那里啊 下面那个村就是我们村 好 你你挑的行李 这个行李我在前面啊 啊 我跟那个 我开慢一点啊 好 慢点啊等等我 来来来来就这里了 就这里了 照顾人家 他这个人 长得比较帅 又有钱 生活条件不错 我这样人家能看上我吗 人家条件那么好 先看看再说吧 小姐 小姐 哎谁啊 村长 有一种美事啊 美事什么美事 我给你带来个老婆 这个 啊 你村长你神经病 我有车有房 你看 就像这种 垃圾都会出来的一样 哎呀 什么神经病 你先听我说 你看现在 有车有房了大把多人 啊 还不是这样也取不到老婆 你看你的三十几了 哎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那么多年了 老子管管你哥 现在你看 这里有个县城了 头荒过来的 啥才你也不要 哎不用 我要那种 蹦蹦蹦的那种 现在又 那没有辽苏年 就 就 我看不上了 那チ nove 给你大家煬一些 这么 这种温 따扇人 请你持家 哎呀 你这味道那么大 赶紧走啊 哎呀 真是的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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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村长 这要这种获空 哎呀 真的是 哎呦 我都不认识了 画了一身横头 画了一身衣服 那么漂亮了 让它 行行 行行 go 漂亮,比我老婆还漂亮 现在我带你去找个好演讲 行,好 我帮你挑东西 往这边走 你先说 来来来,就这里了 先生们应该都说了,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不过原品很好了 无所谓,你也知道我这种情况 阿娘 阿娘 谁啊 我啊 你成长啊 你成长,干什么事啊 要老婆吗 老婆啊 是她吗 是啊,你看她漂亮吧 是很漂亮哦 对啊 三十来岁 不过你已经四十来岁了 你看我这么老了,还不愿意吗 我跟你说啊,她是头荒过来的 我已经问过了,家里面没什么人了 她现在只要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就行了 她就能够跟你在这里安稳稳稳的过日子 不过首先生命啊 一定要对她好 这没问题 而已啊 你看你这种家境啊 你不对老婆好,对谁好 是吧 是啊,这种不保护 现在难找到老婆是吧 是啊 那你又带她回去,好好的生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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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口本呢 她 已经带在那个行李里面 到时候你就带她去 发你手续 她没你去哪里的 我是 哎 挺远的,头荒过来 村长 这个 这么漂亮 小杰 你又不要来这里超热闹了 这个 不瞒你说 这个就是刚刚我介绍给你的那个 怎么这么漂亮 你不介绍给我 我 孩子介绍 她那个 我保护你介绍给她 我刚刚介绍给你 你不要 你看 你嫌她那个一脸邋遢了 一身脏衣服 现在 去我家 洗了个澡 穿了我老婆的衣服 你看 漂亮吧 姚条淑女 现在我 我愿意了 愿意也不行 这个按钮了 我已经介绍给你了 哎 哎 你不要管了 你没有机会了跟你说 哎 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好 你介绍给我 要来抢我商议 是 那你又帮她挑行 挑行李回去 好好过生活了 知道吗 好吧 你家里面还买什么人呢 没有了 就是我一个人过来的 一个人 都是头荒过来的 现在你只要给她 一碗粥吃 一口饭吃 她就能够跟你在这里 安稳稳的过日子了 对啊 我只求一个安稳的住所而已 可以 我只要不是骗人那里 我会怕 我会的 身份证都有在扛包里面 我有身份证的 你看一下 真实 是真实的 真实的 你看绝对真实的 谢谢谢谢 说那么多了 先进去吧 拿心里拿心里回去 那进来吧 那我不就不进去了 煮饭吃了 不用了不用了 我先走了 不妨碍你们 我就先回去了 奶奶请你吃饭了 今晚 今天他们是玩五地步步 快点快点 谢谢 不用不用那我先走了 好谢谢啊 生命长了 哎呀 我帮你找啊 不用你找 哎呀 我年轻我有力气 不要开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有力气 好漂亮 回去坐我老婆 坐什么坐 我已经有孩子了 你们两个啊 快点走 走啊 老派婆你干嘛 走不走啊 走啊 你是老派婆干嘛 走不走啊 走啊 走不走啊 哎呀我顶不住了 哎呀 老妈 幸亏你出现了 其实啊 他们真的是 三天两导的 跑来我们家 调剃我 小燕啊 你看看 你在我们家 也熟寡了 那么多年了 你还那么年轻 干脆这样吧 你去找个好男人 嫁了吧 不要在这里跟着我 受苦了 妈 我不嫁啊 我这一辈子 我就要陪你在一起 再说 你的那么老了 还需要人照顾 哎呀好 你就不用管我了 你看 他们三天两头 来这里闹啊 对你民生也不好啊 哎呀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呀村长啊 你来的更 真好啊 干嘛呢 就想麻烦你啊 帮我家小燕 帮他找个好男人吧 那些人啊 三天两头到我们家来 整天调戏他呀 刚刚又来了 是啊 特别是那个老玉米 还有那个二弟 我赶都赶不走啊 我马上讲他们算家 哎呀算了 算了 算了算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们 整天来欺负你们 还有像不像样啊 你解决的了一次 解决不了两次啊 他们总是会趁你不在的时候 过来闹事 最好的解决办法 你帮小燕找个好男人吧 你看他还年轻啊 不能老是守在这个家里 毁了下半辈子啊 妈 我这辈子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哪里我都不去 我黄土都埋到脖子这里 没有多少活头了 我找了谁替你养老啊 谁来照顾你啊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哎呀那你 小莫啊 莫姨啊 那小燕走了 那你怎么办 哎呀放心了吧 我知道你是为为小燕 但是小燕啊 早就把这里 当作她真正的家了 当作她的归属了 你看她 都不舍得走 她离不开你啊 我也知道 这些年她对我很好 我也都把她当作我女儿一样看待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不能够担务她啊 那怎么办呢你说 但是我要找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能不能带上我 家婆妈一起走 带上她啊 对啊 带上她人家会要吗 对啊 那就算了 如果她是真心的喜欢我 她就会接纳我的一切 一定会爱乌吉乌的 你老妈那么老了 叫她离开这里 她可能也舍不得 正所谓啊 乐业归根啊 你看她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了 突然间叫她跟着你去改嫁 她也不愿意啊 要不这样了 我帮你找一个上门女婿 我看谁愿意啊 过来当你们家当女婿的 但是你要跟人家说明这个情况哦 对啊 行啊 我我我今天把你物色一下啊 那行 那麻烦你了村长 谢谢你啊村长 村长 你要找那种人品好的 不能亏待了我家小燕啊 我知道 肯定要找那种啊 人品好 懂得尊老爱要的那种 对对对对 一定要对我婆婆妈好 行 那那你们就在家里面等着 我改天有好的 我就带过来给你们看啊 好好好 老妈 我们先进入 有什么 如果他们再来敢逍遥你的话 你马上打电话给我 或者大大声叫喊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嘞 谢谢村长啊 嘿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人家有钱了才找上门女婿 你们这种条件 还想找个上门女婿 真的是 哎 你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真的是 哎呀 最近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好好的 谁知道他来到这里 居然 让他们改变主意了 哎呀 原来大姐讲那种啊 那种 富婆 哎呀 当上门女婿这种人 想吃软饭这种人啊 哎呀 爱慕虚荣的人 你带来干什么呢 对啊 再说我们家这个条件 哪里给了 给得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啊 哎呀 行了行了 你们先回家 改变我再帮你找一个 好的那种 哎呀 找个靠谱的吧 对对对 找个好的找个靠谱的啊 实在不行的话 这辈子我就跟我婆婆妈 将就着过吧 说什么话呢 没有个男人 等下那些江山女士 又过来骚扰你们 我都看不过去了 不行 必须得这样 你们就先回家啊 对 让村长找 我们先回去 找到靠谱的 我再带过来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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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了 你看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 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这样就来看一下 哎呀好 小燕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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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船长 你来了 今天我又带了一个过来 这个特别靠谱 我认识他有三年了 就是人长得小哥一点 对呀船长 靠谱是靠谱 但是他那么瘦小 他顶不顶得住啊 哎呀 没事的 我去校林寺学个武功了 谁来在校林寺 把他挡出去 真的 是啊 狗腿都能够把他打断 哎 那那行 哎呀 他他不愿意上门吗 对啊 刚刚来之前 我已经把你们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告诉过他了 他非常同情你们 他说小燕啊 人又好 贤妻良母 又说啊 你莫姨啊 懂得为儿女着想 他说这种家庭啊 他不上门 去哪里上门呢 哎呀 你真的不介意我们这个家庭啊 不介意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呢 你一定要对我婆婆 还有对我的孩子 事如己出哦 哎呀 刚刚我正眼说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他选择上门呢 因为他没有父母了 而且他人就比较瘦小 找个老婆啊 人家 难找啊 是吧 所以说他就 他也他就跟我说过了 有何事的 啊 哪怕上门他也愿意 你看 今天我不是把他带来了吗 哎呀 最重要是啊 他会功夫 那些江三里四来啊 啊 看着他 等下 让他尝尝苦头 那就行 那以后 我们就 靠你来保护我们了 哎 放心 没问题 你一定要 对 要有男人的样子 好 让他们啊 有足够的安全感 好 谢谢你们啊 哎 那你们就先进去啊 改天去把那证给领了啊 好嘞 谢谢你啊村长 哎 我就不进去了啊 真是个好村长啊 真能为我们排阅解难 很感激啊 哎呀 学校 我们都是同一个村子里面的人啊 是吧 哎 能帮手帮是吧 哎 那你们就先进去了啊 好 等一下你展示一下你的心 你的功夫给他看一下啊 好啊 表现啊 谢谢啊真的 哎呀 这个小燕呢 这个问题啊 终于解决了 哎 从此以后啊 不再受人欺负了 哎呀 哎呀 哎呀来了没有啊 真的是着急死人了 哎呀 小燕你那么着急叫我来干嘛 哎呀村长你可来了 哎呀进去再说吧 哎呀那也行 来来行行行行 哎呀小燕啊 你那么着急叫我来干嘛了 船长你可来了 刚刚炒菜啊炒到一半啊 这个炉头啊 它就坏掉了 坏掉了啊 对呀你也知道 我老公刚刚出差去了 我又不懂怎么修 你看菜炒到一半了 哎呀 你帮我看看 哎那我行我看看吧 哎哎行行行 哎呀那么叫你叫我来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 哎呀你看这个菜还在这里 才炒了一半啊 也打不着火了 哎呀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哎呀 对对找我工具过来 哎哎那那行 先等一会啊 哎行 哎呀不行啊这样 固男寡女的 等下街坊邻居看见了 可不好 不行我得留个证据再行 哎呀 有了 哎呀 我路过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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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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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工具找到了 找到了 哎 那我修了一下啊 哎呀你村长啊 你真能干啊 又能闻又能舞啊 哎呀 真是羡慕你老婆啊 农村男人嘛 肯定会一点啊 哎 哎呀 哎呀 那不用力啊 哎呀不用力不行啊 小心一点哦 心灵不堪 哎呀 哎呀 船长能力啊 真的是刚刚的 哎呀都搞得你出汗了 哎呀 行行 应该好了 哎呀 哎呀 搞了 找好了 找好了 哎呀 哎呀 完了 我老公回来了 你老公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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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回来了 我光明正大了 来这里修这个有什么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我老公那个人小气得很啊 平时啊 我跟他二女说两句话 他以为我跟二女有一腿啊 哎呀 現在 你错了 你来到我家 还是姑娘寡理的 哎呀 完了完了 他肯定会打死你的 爸 路有证据 你干什么啊 我来了 路有证据也不行啊 哎呀 赶紧躲起来啊 哎呀我躲去哪里啊 真的要躲啊 要躲啊 不躲就要躲 把你打死的 有证据 他也会打人啊 不行啊 彼此啊 我的书啊 我跟二弟说一句话 都骂死我了 怎么办 哎呦 那里有个桶 哎呀 船长 怎么会委屈委屈你了 干嘛 你要干嘛 你们躲在里面 不要出声了 等于出声的话 我们解释不清楚了 委屈你了 船长 哎呀 哎呀 不要出声啊 不要出声啊 我来了 老公我来了 你怎么那么久才开门呢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要出差吗 你也知道我出差 我身状症啊 落在家里面了 哎呀 你也是那么粗心大意的 哎呀 起来起来 那么久才开门 哎 什么声音啊 我们家养了那个小猫 他他叫 这咳嗽声音啊 怎么是小猫的声音啊 老公你听错了 这里 家座屋里没有人 救我帮你 我看啦 你肯定是躲着我藏男人了 没有老公 哎呀 不要找了 要不然你那么久才开门啊 没有 哎呀 真不在这里 老公你不是要出差了吗 找了 哎 这刚刚怎么盖起来呀 哎呀 我怕人家下雨 哎呀 干什么 哎呀 我都藏着男人了 哎呀 你呀 真的是不少服务道啊 你这种人 没有啊 老公你听我解释啊 哎呀 我刚刚准备炒菜啊 那个驴头啊 炒到一半 那就坏掉了 所以我就 我就赶紧叫船长过来帮忙了 哎 驴头坏了 那就光明张大修啊 躲在这里 你算什么事 我来来就躲 我就都光明张大修了 哎 你光明张大修 你躲在这个缸里面 他叫我躲了 我相信你吗 你肯定是有奸情 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平时啊 我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 你又在那里疑神疑鬼了 这不 家里有突然间 从家来到我们家 等一下你不打指的 我才怪呢 哎呀 我都不知道你 藏了多少男人了 你这种人 多少步道 还有你 赔钱 回外我迷生 哎 还勒索起我来的 我好心帮你家修驴头 你还勒索我 还想叫我给钱给你啊 现在说好心修 干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我能干什么事 我就修我驴头而已 你不在家 你老婆叫我帮忙 帮忙一下 难道我不帮啊 帮忙 那叫我弟帮忙也行啊 干嘛又叫你啊 这不是 去到 只有你弟家 他不在家吗 所以我就 我就叫村长了 我不管你赔钱 还要赔什么钱 两万块钱 老公算了吧 再说 算什么说 他是我们的一村之长啊 我们确实又没有说什么 你就是额人你现在 你瞒不讲理 我不管你啊 你要是不赔个两万块钱 我就到处说你们两个 我好心帮你家帮忙 你去 倒好了 勒索起我来的 还有没有天理啊你啊 勒索 这只是 未来啊 你你你 你们这样 你这样做啊 弄得 以后谁也敢来你家帮忙 谁也敢踏进你们家帮忙 不要吵了 等着街坊邻居都跑进来 来我们家看笑话了 我不管两万块钱 你毁了我名声 莫洋的话 我也不要名声了 我就到处去传 要一村人都知道你们 你这种不不守护道的女人 还有你这种 胡别乱当 没有这一回事 我亲眼看到的 你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的未必是事 怎么回事啊 吵吵扬扬扬的 我家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你来评评一下 这个村长 趁着我出差啊 就偷偷的跑来我家 什么啊 高兴我老婆啊 村长啊 你 你作为一村之长 你竟然还做这种事啊 哎呀 他叫我来帮忙 难道我不帮吗 你们 没有证据你们乱说 对了 说了证据 我可是有证据的啊 你们等着 谁信啊 帮忙还用这个钢盖起来 躲在这里了 老公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刚才就是怕你们误会 我特意 录了像 你们自己看看 从进门 到现在 我们都做了什么 就是休闹驴头 是不 二弟 你看人家村长好心帮你 你还无赖人家 还要勒索人家要钱 这就是你不对了 谁叫他偷偷摸摸 躲在我家 哪里是偷偷摸摸 哎呀 我这不是怕你吗 你也知道你这种性格那么小气 平时我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 你要在我 在那里猜想说 我要跟他摇摇一腿 所以我只能叫村长躲起来了 你怎么说我的 我哪有这样啊 怪只能怪你自己啊 轻松甲甲 自己心里面有鬼 啊 大家都是街坊银居的 都是兄弟姐妹的 啊 我们能干什么 你还有理了 你拼命理 他躲在我家 你要我怎么理解啊 哎呀 二弟 确实也是你 你不对了 你说你身为一个男人 那么小气 人家来帮你家修东西的 你还这样无奈人家 行 那我怎么知道啊 哎呀 你你老是这样子的话 你不改的话 我告诉你啊 以后啊 你出去了 你老婆在家里面了 我怀疑啊 饭都没有得吃 像今天一样 就驴头坏了 锅里面就炒的菜了 结果啊 没有来帮忙 如果我也不来的话 你看他今晚就饿肚子了 对啊 真的是误会了 人家穿上是好心帮忙的 大家都街坊邻居的 能帮则帮 是吧 二弟你要是再这样啊 以后你家再有什么困难啊 一个都不敢来帮忙了 别别 对对对 我走了 到时候你来帮忙 你也帮忙啊 我帮什么帮 你的老是这样 等下又疑神疑鬼了 我哪里还敢帮啊 我不理他 我走了 来来来来 来船长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了 对啊 船长 我老公已经道歉了 你就别嘛 我跟你说啊 你单单是跟我说 对不起可不行 你得心里面有所改变 不能老人家心胸狭窄了 知道吗 得把心放平一点 放宽一点 就是嘛 二弟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 大家都街坊邻居的 你何必想了那么多呢 也是啊 我不在家 也还是要多给你们帮忙才行 对啊 互帮互助 每个家里面 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不帮我不帮 到头来啊 你看 这个世界上还有温暖吗 是啊 你说对 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 那其实这样 都是我 你都呼吁人家船长了 干脆今天晚上就船长来 我们家吃饭吧 对 那刚好做饭吃了 刚刚都炒菜了 对对对对 来 叶欣 看来多接吧 你这里有什么困难啊 你还是得来帮 对对对 大家互相帮忙啊 好 我来讲菜啊 好 好